邻里针锋夺王位 身负重任不成类 刻苦耐劳 Everyday 大马一哥 拿督力忠位 梦想奴隶追 马儿也会飞 没错又再是我马飞 那今天我们就来催手一个传奇人物 他夺冠无数 位居世界第一呢 长达六年之久 他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哥 拿督力忠位 那谈到李宗伟呢 他的打法 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 他滴水不漏的防守 面对着世界级的大力扣杀 他依然能够看准时机 使出他那一招愉悦扑就 感觉就好像我们在足球场上 常常看到守门员在千军一发的时候 极力扑就那种表现 成功结尾的话 李宗伟必须要更上一层楼 他必须要化被动为主动 打出一个高质量的往前球反击对手 以手为攻逢凶化级 不然呢就功亏一篑 对手很多时候呢都以为这个杀球 中立一杀必死无一 随之呢很多时候都是空欢喜一场 那李宗伟呢他拥有超乎常人的冷静 就算是面对着林丹狂风暴雨的进攻啊 他依然能够化显为夷 扭转乾坤 把比赛的节奏牢牢的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那还有一个当然少不了的就是李宗伟变化多端的假动作 球派在李宗伟的手中有如剑客手里的剑 心随意动 剑随心走 那李宗伟在回击往前球的时候都会夹杂着一两招虚招 来迷惑对手 咦 他没拍个金发的 那一旦对手的重心或是节奏被扰乱过后呢 这时候李宗伟的十招 后场突击得分 杀就来了 那每个练武的人都知道有一个要诀 就是腰马合一是李小荣所传承下来的 所谓下盘要够稳 如果你的下盘不稳呢 一切虚招都是花拳秀腿 那李宗伟呢凭着他过人的毅力和努力 练就了一双天残角 再加上中国的教练李毛呢 亲自传授他的李毛布 让他在球场上来去如风 他的行动范围可以说是覆盖了整个羽毛球场 不管是在防守还是进攻呢 都比对手先行一步 抢占先机 故事回到李宗伟小的时候啊 那李宗伟进入雨潭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 话说在他11岁的时候 随着父亲到羽毛球馆去打羽毛球 在那个年代没有iPad也没有手机可以让小孩子把玩 那闲着无聊的李宗伟呢就拿起了球拍 跟他父亲在球场上过招 那这一幕呢刚好被旁边的教练看见 咦咦这个小孩子身手灵活 拥有超出常人的球感要是给我练上一年半载还得了 他总有飞天 那于是就快点拦住李宗伟的爸爸告诉他 你这个小孩子挂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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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当时候李宗伟的爸爸听了半信半疑 另一方面呢在担心无法负担得起学费 因为古时候啊马来西亚人通常都是比较贫穷的 三餐吃饱都成问题了 更别说是打羽毛球 可是啊这个教练非常有诚意 不但愿意免费教学 而且还加码包括再送服务 哇竟然有这么值得的事情 只要你有一天当了世界冠军后 一试一试包一个红包 那这个教练呢就是他的启蒙教练 郑炳发发过就在当时候啊 郑炳发呢收下这个羽毛球神童为徒 果然不出三个月啊 李宗伟在郑炳发的细心调教之下呢 他的球技突飞猛进 从校队打入周队 周队再一路高歌打入国家青年队 正如打游戏一样 那一开始呢总是可以很轻松的过关斩将 升级杀怪 那随着等级越来越高呢 遇到的boss也越来越强 他发现啊原来骨骼惊奇的不止他一个 在国家青年队里的青年呢 都各个身怀绝技万中无一 那最糟糕的是李宗伟的身高 发育了一半就开始罢工了 身高只有一米七二的他 经常被人家拿来开玩笑 哎 中文炸了哟 因此他在国家青年队都不被受重视 长期以来啊 冷冷的板凳都被他给作热了 李宗伟当时候的心情呢 是非常的迷茫 可是他依旧每天刻苦训练 求在 人在 求不在 人还是在 那他希望情人捕捉 以技术人来弥补他体格上的不足 黄天不复有新闻 有一天呢 刚好一个丹麦传奇国家队的教练 Morton Fox 刚好坐下来喝水 一喝 哎 竟然被他看见李宗伟 发现新大陆 怎么能没看见他呢之前 在这么多这么多人里面 我从来没有看过李宗伟 不停地在寻找一个好居员 始终找不到 有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出现了 那他觉得这个小子虽然其貌不扬 可是现在呢 他技术一流 最重要的是他遇到挫折 他有那种精神 不服输 不妥协 不放弃的那种精神 这真是我要找的求援啊 那于是Morton Fox呢 就破格把李宗伟带入国家队 至此李宗伟就刻苦训练 开始斩入头角 横扫国内的大小赛事 那渐渐的 他也慢慢取代了 当时候马来西亚的头号选手 黄中翰 2004年 马来西亚重金聘请的一个 中国光头教练 李毛 那你别看这个人头顶空空 其实他脑袋一点点不空 他紧追着时代的发展变化 来改良羽毛球的技术和训练方式 在李毛细心指导之下呢 李宗伟也逐步掌握了 李氏独门绝技 李毛布还有霸王杀 这原本啊 都是中国球员独步天下的秘诀 就这样子被李毛搞了一搞 这也难怪当年在韩国赛事 林丹会对李毛 经过明师的指点啊 李宗伟的球技再次突飞猛进 在2006年正式登入世界排行榜第一名 那随后在08年年初的时候 他拿下超级系列赛的南丹冠军 虽然取得开门红啊 李宗伟不曾为此而感到松懈 反而是更加努力的加倍练习 因为他真正的目标啊 是08年的奥林比克运动会 身为马来西亚人 我们马来西亚人都知道 马来西亚不曾在奥林比克 拿下任何一枚金牌 那当时候大马一哥 如日中天的表现啊 让我们全国人民都热情高涨 觉得这一次有望 打破金牌荒 那当时候全国人民都守在电视机前面准备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各公司的人士不守在电脑面前准备把明天假日的消息呢 第一时间发布出去 可是啊 事与愿为事实就是让人这么的悲伤 在北京赌场作战的林丹呢 前一秒后仰跳杀 下一秒往前突击 说说啊 两身 就把李正伟打到场外领半合 那林丹又是行军礼丢球派送球鞋做giveaway 那实力悬殊实在是太大了 那林丹不知道啊 当晚有多少马来西亚的电视机被摔坏 还有人事部的假日通告啊 只能躺在草稿箱到至今未能发送出去 在北京之战失利之后呢 李正伟甚至自己的失利还有所欠缺 狠下心 握心肠胆 白天呢就在球场训练 晚间呢就到健身房 No Pain No Game 给他练出了一首麒麟臂 也开始穿无袖衫来显示出他的二头肌 在这段期间啊 有另一个传奇人物 那就是我们的拿督米斯本 Miss Boone 当年以一招独门绝技 批杀批调捍卫马来西亚在世界渔谈的地位 退休后将他的毕生所学 通通传授给了李中伟 并陪伴着李中伟东征西讨 李中伟能有今天的成就啊 米斯本功不可没 两人情同父子 亦师亦友 犹如色雕英雄传里的红七公和郭靖 彼此成就 那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李中伟也夺下一个一个的超级系列赛的南单冠军 可是啊 马来西亚人民似乎还不是很满意 非要他夺得奥运会的金牌呢 才是真正的实力表现 或许他们的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 真的是很需要那一天的假期 那终于来到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 男子单打总决赛 李中伟再次对了林丹 那李中伟在还没有进场之前呢 他深吸了一口气 他的脑海中不断的浮现 当年在北京落败的情景 他告诉自己啊 这次无论如何要请林丹吃盒饭 要请他吃辣死你妈 拿吸了嘛 马来西亚的本土美食夜酱饭 那李中伟和林丹两人旗鼓相当 各胜一局 来到了决胜局 现场和电视机的观众们看着 两人一分为分 沙德难分难解 李中伟在几经周折之下 好不容易19比18微弱领先 可是就在此时 他觉得自己的内力 似乎已快耗尽 脚步也越来越沉重 压在他肩上的不只是林丹的 林丽公式 还有来自全马人民对他的期望 以及对他自己的要求 那结局也不用我多说 赛后又再次林丹热情奔放的庆祝 李中伟只能在场上 因恨落下难而泪 奥运金牌的残酷就在于 一旦你错过了 就必须要等多四年 左四年啊 右四年 又来到了16年的巴西礼约奥运会 那此时啊 李中伟和林丹的职业生涯 已经步入晚年 那面对着昔日的对手 两个人之间的套路 已经了然于心 那经过一番的苦斗之后 李中伟终于终于 以2比1战胜林丹 那这次的胜利呢 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总算出了一口多年的闷气 这么多年以来 就算是有什么恩怨情仇 都早已被岁月冲淡 剩下的只是心心相惜之情 以及渴望胜利的斗志 那听到这里啊 或许有一些不知情的观众朋友 还以为李中伟已经拿到了奥运金牌 哎 其实又再是no 那邻里之战呢 只在于半决赛 李中伟打入总决赛之后呢 再次输给了中国选手成龙 可以说是天命啊 那身为大马人民和李中伟的球迷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李中伟再次的失利 找出任何借口 而是呢 要真心的感谢啊 这么多年以来 为马来西亚争光 有一种精神叫做李中伟 他以一人之力对抗中国三代的羽毛球选手 他虽然屡战屡败 可是依然屡败屡战 好了 今天我们的催水影片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